哥哥们上去过去咱们讲到我这红盛集团的老板陈大红啊本想要陈虎亮啊 到这个风达没晃的去收拾收入刘维给刘维的颜色嚼嚼 但是没想到被刘维的腿给打断了 回到公司之后呢这陈大红思来想去找到了河南省的大哥 三年王华的 这王华当时派了一百来个兄弟就来到呢 这个风达没晃了直接将刘维啊给带到这严主大酒店了 而此时的严主大酒店里边啊王华和陈大红啊正在这坐着呢 这刘维这边一心屋 你这什么意思呀 陈总这边一看刘维你挺小的挺狠的 将我这手几个兄弟打伤了你不知道接下来你要面临什么吗 刘维说我告诉你要你可别动我 如果你们动了我你吃不了兜着走 这边王华一块哥们 你能告诉我你跟谁玩的吗 这边啊人家直接说了我跟周公子玩的 我的大哥呀 那你这样你看你能不能把你们的老板电话给我 刘维说我劝你啊 痛快把我放了 不要我给我们老板打电话 如果我们老板要是知道你把我给抓了 你这事啊可就到了 那你这样我呢不怕事到我就想把事情搞到了 你把你们老板电话给我吧 随后刘维把周公子的电话啊就给了这个王华了 而王华这边把电话啊就打给周公子了 而此时的周公子啊还在三门侠呢 刘维呢已经回成都了 因为成都那边啊公司有一些事 当时的周公子和刘维呢对河南落合发生的一切 他们压根就不知道 这边周公子一接 哎你好哪位 你好您是周老板啊 啊您是谁啊 我是落合的 我叫王华 您的兄弟是不是叫刘维啊 这边周公子一听啊 怎么了 你这样啊 你兄弟现在在我手里 我在引渡大酒店 您到酒店来一趟吧 行我知道了 这当时周公子你看这边啊 直接从这个三门侠就到了河南落合 直接来到引渡大酒店了 人这边也负责招待着 在这个引渡大酒店里边 陈大红还有这王华 加上王华这几个兄弟在那坐着你 这边周公子这边一进屋 王华这边一看 您好您是周老板 周老板这边一看说啊您好 脸儿这么一握手 周老板您请坐 周公子当时往这一坐 看了看我兄弟呢 周老板你放心 你兄弟我好吃好喝招待着你 我现在只想说 这风搭煤矿你能不能让给我 周公子说 原来你们是为了风搭煤矿啊 对啊 周公子说 想都不要想 这风搭煤矿啊 我已经承包到手了 那就是我的 即使我没承包到手 我抢也要抢过来 我从来都是从别人手里边抢煤矿 可没有任何一个人呢 从我手里边能把煤矿抢回家 王华这边一看说那行 你看 您的兄弟现在在我手 难道您的兄弟你也不要了吗 周公子说 你最好把我的兄弟给放了 要不然呢 你这事啊就到了 王华仔细上下打篮打成周公子 周公子 您能跟我说说 您究竟是做什么的吗 因为王华玩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了 社会上的经验也是非常非常多 他一看周公子 就感觉周公子不像是做买卖人 这边周公子说 我就是一个做买卖的商人 周公子 凭我的直觉 我觉得啊 您背后一定有高人 周公子说 是吗 对 我觉得啊 您是啊 北京哪位啊 周公子说 您想的多了 我没有想多了 这么多年 我看人不会看错的 周公子 您看您能说说 您究竟是哪位大员的公子吗 周公子说 那您猜猜呢 我不敢猜 我也不敢想 这样 我给您三千时间 您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我不管你是谁 但是在河南洛河 我王华说了算 往三千的时间一过 如果你没有找到合理的理由 来控制风大煤矿 那你就把风大煤矿交给我 要不然你这几个兄弟的命 可就没了 旁边的周公子说 行 那我就给你三千 那这三天 我希望啊 你好好的照顾照顾我的兄弟 我现在能不能见见他 这王华这边一看 说行啊 当时呢 就把刘维给叫出来 刘维这边看了看 周公子 你放心吧 你再给他待上几天 我这就啊 想办法就已 那刘维呢 也没有说什么 随后周公子站起来 这边啊 直接就跟王华说了 你放心吧 用不上三天 你就会接到电话的 随后周公子再次来到三门侠 通过三门侠白道一把赵强盛 也就找到了王华的电话了 这边赵强盛啊 把电话就打给王华了 那你可见 当时王华的能力有多强大 但是王华接到电话之后 我并没有给赵强盛的面子 只是说 这刘维啊 是我的朋友 我请他到我的印度的酒店 来玩生这么几天 他不足为过吧 这当时赵强盛这边 你看王华 你他妈好猖狂了 随后赵强盛啊 就找到了洛河 总公司的医保 把电话就给他打了 说你看王华这个事 那么这边啊 把电话就打给王华了 那王华有没有把刘维给放了呢 这风大煤矿 最终是谁承包了呢 老弟啊 下集给你讲述 故事呢 嘎嘎精彩